卖命的小吃店居然一夕间改卖快筛 只有两百万资本额的高登环球生医 竟能承揽指挥中心16.5亿的标案 记者直击这间生意公司 没想到不但早就人去楼空 公司名称原来叫势力演训中心 这样的公司会不不禁放心 跟他买一千七百万剂快筛 网友狂炸锅 太扯了吧 是人头公司吗 难道是罚了大财换地方 狂酸那你卫福部公文是发给鬼哦 这个案子实在太选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资本额两百万的公司 可以通天啊 通到卫福部疫情指挥中心的天啊 明代更指控高登的董事长 还涉嫌违反诈欺和钥匙法 他们一般的套路都是说 先拿到一个大案子 然后用这个案子再去募集他的资金 最后这个案子就飞有掉 这是政府保证的生意一定拿得到钱 所以就会很多金主去投入 时间太紧急了 没办法配合 我们的资金不可能有13亿到14亿之间 高登被曝出图里遗云深夜决定气标 蓝军炮轰为什么会找上这种中间商买快筛 问题非常大 台湾好的衣材商太多了 会让我们觉得中间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鬼呢 好谢谢 那不是鬼更大 他到底是凭什么可以来做这笔生意 为什么一个有前科的一个空壳的公司 就来承包这样子一个重大的一个采买案件 到底是肥了谁家的口袋 是谁在这个时候大赚国难财 而政府现在提供民众购买的螺丝快纱 也被爆出和绿营有关 包装盒上写着总经销商牛耳生技公司 代表人正是前立委蔡华郎的哥哥蔡朝震 蓝军大骂为何生技界满满都是绿营自己人 从高端卖疫苗到高灯卖快筛 和民众性命攸关的重大采购 接连爆出漫天疑云和争端 记者林文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